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程式是Android的档案 我们都还没用过 档案怎么管理 那我们这边写了一个简单的档案总管 那基本上不是非常完整 那这个档案总管各位可以直接下载解开汇入也可以 那这是它的程式码 然后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叫FileLawLayout.sm 总共有两个sm 那它的执行 这个是我们的程式码 然后Layout还有sm 这三个档案主要是这三个 那我们已经执行了 执行的结果是像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列出了根目录的所有资料夹 那这根目录里面所有资料夹你当然可以点进去 当我点进去的时候 我可以再点进去 那如果呢 请注意Android是有全线管理的 也就是说你进去不是超级使用者 那所以有一些地方呢 是系统的资料夹你是不能进去看的 那我可以回到上一层 再回上一层 那这个是 你可以看 像如果你今天有记忆卡 那这个SD卡里面呢 就会放你记忆卡的资料 那如果你 它这个是Android的下层 是用Lanex作业系统 所以你看到的 它这种档案 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C槽D槽的 没有这种东西 它全部都在根目录底下 那C槽D槽在哪里呢 在DEV里面 DEV里面的一个资料夹 就代表了C槽 就代表了某颗硬碟机 那另外一个资料夹 就代表了某个软碟机 通常是这样 那通常 它会叫HDA HDB 那因为Android的都是手机的系统 所以它通常没有所谓的HDA 那它只有SD卡 那这边是它的装置 装置资料夹 可以看到 DEV叫装置资料夹 那它的上层又回到根目录 所以这个程式大致上 就只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让你可以看它整个档案系统的结构 那用的是一个叫ListView的东西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程式 ListView ListView这个东西 我们使用的搭配一个叫ListActivity 那这也是Android里面就已经写好的 那我只要继承它 我就可以按照ListActivity的运作模式去运作 那ListActivity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程式 一开始我把AerrorTest取出来 这个AerrorTest是哪里呢 就是我上面这里不是有显示错误吗 它现在没有错误所以错误 那我这边呢建立两个阵列 AerrorTest都是自串的阵列 然后呢我建立一个File物件 这就是目前取得目前这个路径 那以这个例子就是根目录 取得根目录的档案之后呢 然后我看看这个档案的复节点 就是上一层 但是根目录没有上一层嘛 别的根目录会有上一层 取得这个档案的复节点 那如果没有上一层就印上层无 那如果有上一层的话呢 就印上层是谁 那接下来呢 我在显示目前路径是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的目前路径 它会前面有一个目前这个字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上一层 显示上一层 这个就是显示目前的 OK 那如果我点 这边不能点 如果我点进去 你会看到它的目前和上一层都改变 那 所以 刚刚的程式显示的是这一行和这一行 好 接下来呢 我用Files 就是 用dir.listfile Dir 就是刚刚那个档案 档案底下还有很多 就是一个资料夹底下还有很多档案 那所以我取出这个资料夹的物件 一样叫Files 然后请它listfiles把它列成一个阵列 这样子它列出来的结果呢 就会变成 就会变成指资料夹的所有所有 所有正列 所有指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或者是指资料夹都会进来 那这样子我就把每一个的名称都加进去 把它的路径都加进去 那名称和路径加进去 之后呢 我是 最后呢我要放在一个叫做FileAdapter 档案的适应器里面 那这个FileAdapter呢 我要给它几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这个list activity 的自身 第二个呢 是layout里面 你要给它一个说 我的排版要怎么排 那那个排版是个sml档案 也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这一个sml档案 这个sml档案里面呢 我们目前只用了一个testview 所以它会以文字的方式显示 但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等一下 这一个 怎么打开 这里有一点 不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 list view list activity 的list view 它这里一定要用这个名字 这是它很怪的一个设计 它一定要用这个名字 我之前 发生了一个bug 就是我这个名字自己取 结果不行 一定要用Android ID List 这样它才抓得到 那所以在这里 这一个是用来排版的 用来排说我要显示 我不一定 只能显示名称 或者可以显示图档 或之类的 那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file row layout 里面去做很复杂的排版 应该都可以 那 ok 那把file names 就是档案名称 丢进去 那它就会把整个档案的方式 用list的方式显示出来 整个结构用list的方式显示出来 然后最后你set list adapter 把它设进去之后 它就会开始显示 那但是只能显示一页是没用的 我们现在要的是点进去之后呢 如果全线够的话 就可以开进去 再继续看下一层 所以 你要去override on item click 这个东西 那它里面呢 就有list view 第一个参数 view是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是关键 position 这个参数 就是说你现在点到 第几个 比如说你点的是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那你点到第几个 我们就根据这个 点到的第几个 去取出说 你到底点了谁 那点了哪一个路径 那我就把那个路径呢 的档案建立起来 的档案物件建立起来 然后如果那个路径呢 我可以读 也就是说 我有权限可以读的话 那而且它是个资料夹 那我就继续显示下一层 showdi 又call回来 就继续显示下一层 那如果 它不是资料夹 那 它是档案 我没有写 写那个 显示档案的程式 所以就直接显示错误 说我不能点进 点进档案里面 那 再来如果它是 不能读 不能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权限不够 所以你不能读 所以我就显示错误 权限不足 不能点进去 那整体的结果 就会像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档案 所以不能点进去 这个呢 权限不足 不能点进去 所以 在linux系统上面 它的权限管理 往往我们在Windows上面 其实也有这种 权限管理 只是 很多人都用超级使用者 进去 所以 就感觉好像 每一个资料夹都可以看 都可以用 实际上不是 对 因为如果你用 gast 就是客户账号 权限很低的进去 你还是有很多地方看不到 那这个linux 它预设就是 它的权限管理都 比较 比较严 那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用 超级使用者进linux 所以Android的 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 你进去的那个账号 也都是 都是 客户账号 都不是超级使用者 那如果你要 真的要使用超级使用者 你要先登录啊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认证过程才会进去 那当然你也可以 想办法用超级使用者进去 但是 那个 前面还要再加一段登录程式 好 OK 所以大概 这一个程式的 运作 就 就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写了一个 有点像档案总管的东西 这个 有点像档案总管的东西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小型的档案总管 可以这样看 那 这个权限不足 这个都权限不足 这边可以进去 但是没有档案 那你要去 如果你真的 要 把 东西 放进去 放进模拟器 应该是 可以啦 但是我没有试过 但是要放进 放进 手机里面 就不难 你把线插上去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磁碟机 那你就把资料呢 扣进那个磁碟机里面 你就可以用 里面就会有 对应的档案 所以大概是 这个样子 那各位可以先去 下载一下 我们的程式 然后 汇入之后 执行看看 然后 如果你期末 会用到档案的话 建议你可以 仔细看一下 这个程式 期末 会用到档案的时候 好 快点 那两天 有点 你还是要 有点 有点 有更快 嗯 有点